這是史上頭一遭 市長開罰市長 台北市長柯文哲 之前沒有戴口罩 在台上唱歌 台中市長盧秀燕 對柯文哲開罰三千 但讓柯文哲沒有面子的 還不只這樣 總統蔡英文傳出 找縣市首長討論疫情 但偏偏沒有找柯文哲 柯文哲怒嗆 難道雙北沒有疫情嗎 台北市長柯文哲 沒戴口罩在台上唱歌 旁邊還有副市長蔡秉坤 以及兩位民眾黨立委 抄群聚都沒戴口罩 台中市長盧秀燕 決定開罰 一首歌代價就是三千元 也是疫情以來 第一例市長開罰市長 讓柯文哲抄球的不只是開罰 總統蔡英文傳出 找各縣市首長到官邸 討論疫情 偏偏又沒有找他 柯文哲狂酸蔡英文 但總統到底找了誰 陳時中不敢講 我想這由總統府那邊來說吧 比較善意的解釋應該是說 他們在討論選舉 不是討論疫情 因為如果是討論疫情 那這個就很難解釋了 難道台北跟雙北都沒有疫情嗎 台北跟雙北都沒有疫情嗎 柯文哲在嗆 中央放寬邊際政策 這就是讓疫情快速爆發的真相 如果我們開放邊境 那社區內感染就跑不掉 當社區內感染多的時候 那個重症跟死亡的case就會出現 這都跑不掉 我估計在未來幾天 這人數會大量上升 只要可以做到一人一事 鼓勵你居家隔離 疫情往高峰前進這波病毒巨浪 不知道中央能不能拿出對策 好好檔 記者林正堅 許光豪SNG小組 台北台中報導 到 到